来了 嘿你 什么事 这里是 AKA 冰雪女王 D B 给你声音 可以讲说文字 这是哪村的那个方言 我给你打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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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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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主到女王 我不是美洋洋 妳肚子都快打出来 我... 我肚子都快打出来了 我鼻子都快打出来了 你说一个什么呀 短暗拓 我们感到悲凉 是因为 看到我飞翔 看到你飞翔 蹦蹦蹦 蹦蹦蹦 嘘 哇 今天药量不够 这个衬衣上面 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就是还有别的你没发现 发现了 你说说 你不 你说说吧 我们这是一个讨论性的节目 就是说你说两句 我说两句 然后 是不是 我上面有一个 就是感觉一个徽章式的东西 就是一个碎 不是 那你说是什么呢 不是 这个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她 是个女子旁的她 对 其实就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女人 这个白衬衣 我为什么专门收在这个盒里呢 是因为这个女人 在我的白衬衣上留下了一个脚印 然后这个脚印 也是一段缘分的开始 所以我就把它珍藏起来 但是她很可惜 她只拍到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拍到那个 好嘞 下次多关注一点重点 大山所说的这个风筝 是她带领我找到的第一个圣物 然后这风筝上面写着 爱你是刻在我DNA里的本能 大概就是一种求爱和一种 做了一个爱的风筝 爱的风筝 这是别人做给你 还是你做个别人的 我给她 那是我洗个卡的 快看一下 洗个卡的 还可以传阅一下 你知道吗 我想做你的麻 你不知道 只希望你能说一声驾 你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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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我也要做你的麻 你这啥 只想说一声驾是啥意思 你这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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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一个是脖子上的勒痕 还有一个是后脑有一个钝气伤 其实这个勒痕和这个窒息的死亡的可能性 完全可以排除 你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窒息真相 就是不管他是被人勒的 还是他自以身亡 只要他死因是断气窒息 不可能嘴尘没有轻死 以及不可能支架处没有鱼青 这是窒息死亡的一个必然现象 他根本就不是死于窒息 那你怀疑谁呢 目前从动机上来说 我都觉得还不是特别的紧迫和强烈 而且其实我觉得 首先这个杀人手法的设计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有些人就没有 那个能力 你看着我影视我什么意思 你怎么看着我影视我 每人跳的各不一样 对吧 所以就是说掌握到这个知识 或者说大家谁去 时间是多一点 对 他得有这方面脑子 哇哦 天哪有每个人的模型 天哪有每个人的模型 对 这是我 这不是我吗 我这么帅啊 我 我好像那个 艾伦史维斯主唱 这是你 我们俩在一起 这个我能拿走吗 哇 好帅气哦 因为你一个特别不利的点 就是现在知道上花车要死的人 只有你跟大山 更严重的点是 你不但是你要死 而且你爱的人也要死 对 是 所以是双重的 你在魔法学校里面 学的课程里面 有哪些是有用的 我的课程是 蚂蚁烹饪课 龙酒特调课 宝石挖掘课 咖啡冲泡课 蛋糕烘培课 就跟这些完全没有关系 第一没有关系 另外一点呢 你有自己计划 对 而且这个计划是你的身体条件 能够完成的 对 那现在的这个计划 我觉得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是的 不管从体力还是 就是这个思维逻辑 从各方面的这个能力 对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钉子中间 绑着这个刀片 这两个钉子中间绑着这根鱼线 对吧 嗯 然后这个鱼线本来是拉着一个什么东西的 是吧 你看 那刀片在那吗 这等于说这两个钉子在这吗 然后这本来是这样绑上的吗 对吧 但是等到这个花车过来的时候 一压这个鱼线 等于这就变成一个闸刀了是不是 等于 就是这个鱼线就被这个东西给切断了 应该是这样吧 那两个钉子上都应该有流线头 门后啊 我觉得门后会跟我可能 这儿 这儿呢 哦 找到了一个 哦 天哪 漂亮 站到这儿有个钥匙 什么 怎么找到的 它贴在那个门上了 太厉害了 太强了 大老师今天有一种会给我们很多灵感的感觉 现在你有非常不利的几个 首先第一点 我们应该会更怀疑在花车上的人 因为当天就要死 但是现在没有证据 但我不知道 没有证据证明你知道这件事情 嗯 我不知道 当然你也可以撒谎或者是隐瞒我了 你是知道这件事情 嗯 第二个呢 确实 凶器是跟冰雪有关系的 嗯 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且当天又下雪 这样对我是很不利 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我不能唱雷雷狗了 我的魔法没有办法正常发挥了 就算是 你没有用你的魔法去做这样一个武器 嗯 你也是最了解这些凶器的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利的部分啊 就是说前一天晚上九点到九点十分 因为我发现了有毒的苹果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就去找他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嗯 但是他没有要回答我 就是这个有点说不清 然后他给我留下了一句话 嗯 他说 你先不要着急 等到毕业典礼结束之后 我会告诉你一切真相 我这样才走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在当晚杀他 那我为什么不等到我一个好姐妹 也最后给我一个交代呢 我不是就问他要这个交代的吗 杀了他你就永远不知道答案了 对啊 你知道吗 你这句话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但是这句话呢 是完完全全没有别人可以佐证的 你有个最大的弊端是 你有三条线都指向杀戒 一个是对过去 一个是 爸爸 一个是五二八八的 你的精神寄托的一个崩塌 其实我是有计划要动手的 但我很草率 没有 我十点半到十一点 对 你约了他 我想在小树林动手的 但是从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纸条 让我觉得不是你 因为你留纸条的话 你在那儿干了 你一定会把他想办法 弄到别的地方 其实 还有我想他那封信 他为什么就没看到 就因为我是九点零五 到九点十分去的 而且我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我听到齐斌和他在里面聊天 齐斌也承认了 对 然后大山 我记得是下一个去的人 他是九点二十到九点三十吧 那也就是说 中间其实有个十分钟是空白 那如果后面大山没有说谎的话 那他十分到二十这个中间 真白雪有一个出门的 他干嘛去了 他干嘛去了 他到三十还有一个回来的过程 那我在盟口放了一纸条 他为啥就视而不见 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里面有 有人说谎 说谎 你指的说谎是有人看了这封信 然后又把它放回去了 想要把它指向你 还是说他没有回去 对